所以他在不幸中创造出一番风景 成为好的故事 不只是他 我们再来看这个人 他曾经入狱服刑 那么当初是什么原因 到现在还莫名其妙 曾经他为此非常愤愤不平 一直纠结 但最后他决定想开了 就在出狱之后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他选择经营一个牧场 那就从这个农场开始 他靠着耕作跟劳动 不只是他 这个农场现在已经接纳过 三百多个更生人 展开新的生活 人生不走门照着规划走 意外和挑战 就像清晨的大雨来得突然 大起大落了好几次 那人生也就不这样子 活着就要发挥良能 不用挽弹了 就逆来顺受 自己后边好好走好做 这比什么重要 王豫章没时间停下脚步抱怨 他得想办法挖沟渠排水 抢救农园 那上面破掉了嘛 那有漏水进来 所以那边现在还有种东西 那水很多 必须要把水排出来 那因为这不是台风天 所以他的水量也还是会有一定的量 所以我们就把排出来的水 就抽到这边来 因为这边要整地了 刚好就是可以不用再抽水 就直接可以用雨水去淹灌 所以是这样一个循环利用 善用资源的他 对农作物的照顾也遵循自然 生态平衡了 根本不必刻意施肥 更无需用药 杂草丛生时就有劳农场里的小帮手 吃虫吃草 还有耕生弟兄帮忙了 像这灰芭 灰芭最多的 我们有夹肉 把它夹拌 这样后面刀下去 它会贴 贴了 因酒驾入狱的阿宗 在耕生协会安排下来农场工作 看他勤奋 王豫章也乐意传授经验 他相信耕作会更新 在大自然里头你去发现 你不要随便去打人 去杀人去干嘛 你就在船里工作 你地头要滚多大 头都没给你抗议 他是过来人 是这片土地救了他 二十多年前 王豫章军人退役后 一心想找事业第二春 因为朋友 他顺利到菲律宾做水产买卖 却也因为朋友 想投资房地产需要翻译 他居中协助牵线 让自己的人生 陷入料想不到的风暴中 我可以帮忙的 那我就帮忙嘛 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常常我们常常讲仪器嘛 讲什么嘛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常常讲的就是 大难来死各纷飞 发现对方要做的不止房产 而是军火走私时 以来不及抽身 如果老板是谁啊 谁主使啊 谁怎样 他们认为我在国外没事啊 一定是全部责任 推到我身上来啊 就这样子啊 那我变成 我就是最大的这个主使者这样 苦笑说着到现在想来 还觉得荒谬的机遇 一个水产商一戏之间 变成监警眼中 十恶不设的军火犯 被逮捕遣返回台 阿比 阿阿 来 是出狱后务农 有这些小伙伴们作伴 看着植物成长 心灵才慢慢被疗愈 否则那时候 他内心燃烧着愤恨 想不开会一直纠结啊 为什么为什么 一直在问为什么这样子 没办法啊 官司一打就是四年 毫无进展 直到哥哥一席话 叫醒了他 他说你赶快去关一关好了 没有钱帮你请律师 因为钱都被我用光了 所以我很惭愧 也许真替人扛不该扛的罪 但自己是人不亲 也不完全没有错 遇到了任命榜 那我干嘛还在那边执着 这些就是因果 你了解了这些因果关系以后 你会看开的 王育长不愿拖累家人 几经思考后放弃上诉 最后被判刑17年 喂 喂 英姨 喂 你在厨吗 对 水坑要把它盖开 拜托一下 那时候没人能帮他 一切自己承担 结束八年多牢狱生活假释后 独自面对未来 他毫无目标 只好先回家乡农场打工 再农舍生活 没有 哪会有时间啊 哪会无聊啊 没钱没人啊 要靠自己 忙碌中摸索出对农业的兴趣 在大自然中学会谦卑豁达 所以王育章决定报名有机课程 存钱租地 一个人边做边学 常常累到开车蛇行 所以我应该 应该悬挂一个危险驾驶 即使如此还是要撑 他不想再让父母伤心 被贴标签是一定会的 但是你自己要示范 为什么 这是你自己造的业 造的业 可是你已经接受了惩罚了 回来了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就是一个新的人 那新的人 你自己要建立 你自己要去建立 你自己的信心 而不是靠别人 还告诉自己 一定要走出去 接触人才有机会 重回社会被肯定 所以就算再忙 王育章也亲自跑市集 大方让人试吃农产品 告诉他们 他从事有机农业的原因 昨天才喷药 今天菜就不见了 那你想想看 他去哪里了 当然就到台北去了 那我问他 你刚喷药 为什么要马上采收 马上送 价格好 马上抢收 这样你不会害人吗 台北人吃不死 好不容易重生的他 不想害人 你可以直接吃 这一辈子走这么一招 你能够留下什么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价值 我们为了环境 为了大家的健康 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想要把它做到最好 也不是会后悔 来 赶快 就算被拒绝 也不想就这么放弃 因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学习有机栽种的过程 波折多 天在宠还不说 连贷款打好温室 土地都被地主收 而被迫再花钱搬迁 负债上百万 他是打拼好几年 才熬过难关的 我们看到自然的变化 我们看到人生的变化 你要计较什么 你要纠葛什么 你要去跟他去纠葛 倒不如回过头来 自己好好去打拼 要不要吃水果一鸣 所以他必须自我调整 学着更主动亲切打招呼 幽默应对 才能让更多人停下脚步 多看看这些不大不够漂亮 却健康的蔬菜 人家说你的菜怎么这么败了呢 我会开玩笑地讲 说你也没在卷水 虽然但是当下会愣住 我就马上跟他解释 很抱歉 我不是在批评你 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感觉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你会认为这个菜很丑 可是我请问你 你觉得没有虫洞的菜 才是好的菜吗 他会告诉你蔬菜怎么种 要怎么吃才好 其实秋葵你就是直接吃 你可以吃到这个地方 连这里面都可以吃 那如果像比较大条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泡水喝 买或不买没关系 他在意的是 有没有人把他的话听进去 学会吃安全的食物 钱财是生外资物 很多人就是亿万家产 但是人已经不在了 炭会中吃不中不好 我们这样做 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炭会中吃得中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最好吃就是 这样的热忱让他慢慢被认同 还吸引年轻人加入农园 帮忙行销摆摊 忙碌的王玉璋 于是有更多时间管理农场 那是很花心思的 要照顾农作物 还有耕生弟兄 一直以来他开放耕生人 来农场打工 劳动修养身心 事实上不是每个人 都吃得了苦 最近让王玉璋 有点无奈的是 连日大雨可能影响 即将采收的花生 他老早交代 更生员工带为巡田 对方却流去钓鱼 没回报状况 他只好亲自跑一趟 过真排水管被杂草堵住 天驱泥泥 他今天早到了 早到了就开始放水了 还好有来处理 就让他慢慢流 现在处理这一边 这时候原本被交付任务的弟兄 姗姗来迟 今天我们不能开水了 现在不走 怎么走不走 现在不走 有时候也是蛮灰心的 但是一想到说有些人 其实我们这样讲 就是有机会 今天我们有机会 让一个人变好 我们就应该要给他机会 所以我们不放弃 十多年来 接纳共三百多位耕生人 他相信以身作则 比责骂更能发挥力量 曾经他在一个烟毒贩身上 看到改变 一个早上他蹲下来割草 从这里割不到你那个地方 手就一直发抖 他就一直流汗 你知道吗 一个月以后 他就可以割一段了 三个月以后 又可以割更长了 半年以后 他所发抖的现象就没有了 想到他又有动力向前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 王玉璋慢慢扩大 友善耕作面积到二十甲 租金和收成压力 常让人喘不过气 但他还是坚持要做 梦想着有一天 能打造有机村 只要有人愿意把地租给我 我就会把它承接下来 主要就是不让这块地 继续接受污染 不管我今天种得好 种得不好 我就先把它保留起来 然后慢慢去改变这个环境 改变土壤 从透过这样子去 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你能够挽救一块土地 就好像我们在挽救一个人一样 不管能帮多少人 会不会再有突如其来的风暴 能做的尽力去做 这是挺过南关重生后 一个农夫的智慧和价值